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湖追兵在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 他们本以为论起其数 王庭骑兵自然是天下无双 根本没有人能够比得上 而且不知那些庆国人是怎么控制野马群 但野马虽然强悍 终究比不上战马听话奈劳 所以他们以为在这片平阔的草原上 顶多需要小半天的时间 便能够追上那些逐日而奔的庆国人 蝉鱼肃毕达也是这样想的 他甚至是在想 一招将这些庆国人包围住后 是不是应该抢先把那个叫做范贤的庆国权臣给剑杀了 而不给松支王女任何求情的机会 然而一切的发展与西湖王庭骑兵的判断都不一样 小半日过去了 一天过去了 草原上令人自豪的骑士们 依然无法追上那些庆国人 甚至连拉近一些距离都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胡人眼中的野马群 根本不是野马 而是庆国监察院续养已久的军马 而之所以可以在草原上瞒过无数人的双眼 瞒过那些以象马闻名的部落 成为徜徉在水草之间的野马群 全部是因为这些马被人下了药 一种掺和了麻黄素的药物 让这些监察院的军马 显得比一般马匹更加活跃 更加狂野 更加的信号自由 而且这群马很小心的没有打铁 没有打落 连棕毛也未曾整理过 一旦奔跑起来 真有这个长发飘飘的感觉 无论是谁看到 都会认为是一群野马 所以那个夜里边才会在王庭骑兵的警惕下 悄无声息地靠近了范贤的所在 范贤单手持江 低头扶在马上 细心地感受着马儿的状况 接应自己的部署 共济百人 除了伪装成套马汉子的十来名精锐之外 其他的人一开始都是凭借着高超的骑术 隐藏在马群之中 实验了不少次 麻黄素的这个要力对于马儿来说呢 影响不如人类的效果大 不至于让这些战马不听使唤 但是对于王庭的追兵来说 这些马儿的奔跑速度 却有些可怕了 伪装成野马的战马 依然是战马 更何况是吃了兴奋剂的战马 范贤知道 兴奋剂的要力并不能支持太久 但是他也不需要太久 一百个人轮流换骑数百匹马匹 给了坐下战马足够的休息时间和回要时间 如果这样还让缠于王庭的人追到 但先干脆把自己的脖子割下来了事 好马终须人来骑 而这也正是西湖追兵们 在判断上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他们总以为 这天底下没有谁比自己的棋数更为高超 在远程的奔袭中更为强悍 但他们忘记了一个名字 黑棋 庆国的骑兵本来就极为强大 除却盔甲护具之外 比诸这个西湖的骑兵也差不了多少 而黑棋呢 更是庆国骑兵精锐中的精锐 在陈平平的精心挑选和训练之下 单兵素质之高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尤其是在西湖人引以为傲的千里奔袭 长途追杀上 黑棋更是拥有整个天下最显赫的战史 亦当年庆国北伐惨败 庆帝被困于穷山恶水之中 陈平平闻训 率黑棋救援 六日之内于战场之上突进千里 生生救活了当时还是太子的庆帝 有一年 陈平平亲率黑棋 深入大魏国境之内 生擒活捉 一代枭雄肖恩 在大魏军方根本来不及反应之前 如闪电一般 撤回了清国境内 这一进一出 跋山涉水 历数千里 历史早已经证明了 黑棋的千里突袭 本是天下最强 没有之意 监察院黑棋 以千里突袭成名 成建制之后呢 最常演练的便是这等局势 对于战马的要力 保持更是下了极大的这个功夫 突进如风如火 撤退如水如云 拘于间便在沙场上消失 突进天下第一 击退也是天下第一 那些精悍的西湖王庭骑兵 又如何能够追得上这一群 如飞鸟般的突刺队伍呢 草原上的秋风扑打着 范贤的脸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看了一眼身旁的金哥 看着他脸上的银面具 不由笑了笑 如果不是对于自己的部署 有绝对的信心 他怎么敢如此的行险 深入草原王庭 于西湖的复兴处 引出海棠蝉鱼 放下那两颗大炸弹呢 追到第三天的时候 王庭的骑兵 终于发现了一丝诡异 他们没有减缓过一丝速度 坐下的草原骏马 都已经累到了极点 然而却依然无法追上对方 而且那些胆大包天 深入草原之中的庆国人 竟似是还留有余力 似乎他们随时可能放马而去 只是强行压着速度 勾引着后方王庭的骑兵 听到大当户警惕而疲惫的回报 蝉鱼苏比达满是风尘的脸上 闪过一丝寒冷 其实他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他能感受到前方那群古怪 甚至有些神奇的野马 有些不对劲 但王庭的苍蝇虽然盘旋在上 但是由此往青州的这个草原上 并没有大的这个部族 可以从中拦截 蝉鱼呢也没有什么办法 左贤王遇刺身亡的消息 已经得到了证实 蝉鱼知道自己最应该做些什么 整片草原一旦知晓这个消息 都会将怀疑的目光 投向自己或者是右贤王 而左贤王仗下的那些儿郎 一定已经开始叫嚣着 替贤王报仇了 为了稳定王座的地位 蝉鱼苏比达 这个时候应该马上持疆而返 给左贤王方面一个交代 一句解释 自己离开的越久 左贤王仗对自己的疑心便越大 蝉鱼苏比达自然不惧 左贤王部署的报复 但是他想要成为草原上真正的君王 便必须防止血性的内讧发生 他相信松支王女的话 草原建国绝对不仅仅靠铁血般的厮杀便能成功 只是不甘心呢 蝉鱼坐下的骏马速度放缓了下来 看着远方渐行渐远 似乎永远不会感到疲惫的那群野马 他的内心深处叹了口气 异常的不甘心 所有的王骑兵都停了下来 将目光投向了伟大的蝉鱼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究竟是继续这样徒劳无功的追 还是回去呢 他们都知道草原上似乎有些混乱 但是如果就这样回去 眼睁睁看着庆国人来草原上药物扬威一番 他们实在是不甘心 蝉鱼肃毕达当然也不甘心 但是身为草原主人 有时候他必须压抑一下心头的愤怒 以利益出发 选择最正确的道路 他有些黯然地挥挥手 是以王庭骑兵调转马头 准备回王庭 而在此时 他的眼眸中忽然生腾起了极盛的怒火 因为当西湖骑兵停住了追击势头的那刹那 前方暮色下的逃兵们居然也停了下来 就停在了浅浅的草垫之上 回头望来 似乎是在等他们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何等样的屈辱啊 蝉鱼咬着牙齿 眯着眼睛 半赏后 却是放松了面部的表情 冷漠说道 回 这个 对方不上当啊 荆哥看了满头沙土的提斯大人一眼 说道 看来 应该不会再追了 范贤吐出了嘴里的沙尘 皱了皱眉头 心情却又是放松了一些 眼下的局势看似是自己这些逃兵很轻松 但只有他们这些被追的人才能够感受到狐奇的可怕 这些西湖王庭的精锐骑兵着实给了黑旗巨大的压力 但从速度上讲 这些西湖骑兵确实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一属 远远比当年大魏的骑兵还要强大 黑旗呢 逃得看似潇洒 实际上早已经狼狈不堪 如果王庭骑兵再能坚持上两日 等到黑旗战马的要力渐渐回腻 只怕范贤要倒邪霉了 之所以范贤一直没有让黑旗狂奔 便是要摆出一副成竹在凶的这个模样 打击蝉于王庭骑兵的信心 眼下看来这一记似是奏效了 而且范贤清楚 像西湖蝉于这种有雄心壮志的人 一定不会被怒火冲昏头脑 只顾着追自己 而不顾王庭处的这个混乱 左前王可能引发的这一场草原暴动 后方树里处 王庭骑兵渐渐整队 向后方撤去 蝉于肃毙达落在了最后方 夕阳照耀在他的身上的青甲 反射出淡淡的光芒 看上去依然是那般的冷酷 范贤呸了一口 吐出嘴里最后一点沙 说道 想必这一次我给他留下了一个 极为深刻的印象 将来草原再战 他肯定不敢随意野战 是啊 夏退 固然好 京哥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这是 狮子爷在红山口布置的浮冰十几天 却等不到蝉于的到来 只怕会有些失望啊 拜托 这位可是草原的主人 范贤眯着眼睛 看着远方草垫上蝉于孤马而立的身影 咧嘴一笑 说道 哪里这么容易被我阴死呀 双方相隔距离挺远的 但远远可以看清楚彼此的表情 范贤眯着眼睛 确认了对方的离开 忍不住摇了摇头 一股难以抑制的疲惫涌上心头 被西湖群狼追杀了三天之久 双方的消耗都已经到了极点 既然对方放弃了 他当然不会有任何失望 有的只是解脱 这一场等待了三日后 进行了三日的追杀 看上去更像是小孩子间 玩得过家家游戏 并不如何凶险 甚至双方连刀子都未曾拔出 一剑也未曾射出 但实际上呢 彼此都清楚 这一路追杀代表着什么 隐藏着何等样的凶险 范贤一行人深入草原腹地 潇潇洒洒地放题离开 虽未曾真的作战 却在西湖人的心上 落下了一个深深的黑影 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庆国最大的一次拓边行动 也是在监察院的暗中领导下进行的 那个叫做陈平平的人 直至今日在草原上 还是和恶魔队等的传奇符号 而范贤今次西湖之行 算是延续了监察院的优秀传统 在接班之后 嚣张地巡视了一次领地 这一次对于草原众人的精神上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西湖王庭亦遇遇一同草原 与庆国抗衡 却留不下深入草原腹地的一行人 想必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实力 有更清楚的判断 也会让这两年风光无比的西湖部落 在出兵这件事情上 更小心谨慎许多 西湖缠于苏毕达 徒劳无功地追了三天 被迫郁闷折返 看似无奈悲哀 但落在范贤的眼中 却有些别的意味 这位草原的主人 会得如此坚决 这种勇于放弃 并且能够压制住 胡人骑兵们好战的这种性情 实在是草原上的一个另类 如果此人在海棠的帮助下 真的一同草原 只怕真的会成为庆国的心腹大患 范贤眨了眨眼睛 长长的睫毛上竟是灰尘 他整个人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土人 将草原上的强者们 玩弄于鼓掌之间 但他并不这么高兴 反而显得有些落寞和无奈 走 他一领马将 向着暮日下的草垫下方持去 身下站马欢腾 虽然看上去 王庭的追兵已经退了回去 但是黑棋重将依然不敢放松 谁知道那些狠辣的西湖人 会不会营造出一个假象 然后从侧后方杀了过来 在草原上 湖人有飞鹰的帮助 完全抵下了范贤手中 那个圆筒望远镜的效用 正因为如此 逃出草原的这一行人 依然不敢减缓速度 强行支撑着疲乏的身躯 催动着身下 这个甚至要汗的站马 向着东方行驰 一直到了七天之后 一行人进入了红山口 才真正的放心 红山是草原东方一处 特别怪异的地形 完全由土石自然堆砌而成 经历了无数万年的北风吹拂 被割裂成一片片孤立的山峰 山峰全部是珠红色 看上去就像是御书房内的 玉笔珠坯一般震人心魄 杀气十足 入关的道路 便在这些红山的下方 如扬长般的小鹿 区区折折 范贤行走在队伍的正前方 结果京哥递过来的皮囊 喝了一口水 润了润发痛的喉咙 沙哑着声音说道 把这边的事情了结了 回京一定要大躺上两个月 红山之中传来数数响声 似乎是谁踩落了山上的沙石 京哥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范贤知道他在想什么 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因为嗓子的问题 这个笑声显得特别难听 埋伏在红山口的庆国征锡军 看样子也疲惫到了极点 居然让自己这行人捕捉到了如此明显的声音 马蹄声音从前方的山谷中响起 满身灰尘的世子爷李洪诚 带着定州军队 从那处迎了过来 李洪诚一家马富 来到范贤的身前 看着范贤狼狼狈不堪的模样 忍不住摇了摇头 说道 我早说过 苏比达一带枭雄人物 怎么可能被你击得上当啊 范贤看了他一眼 说道 至少我把他带出来了六天 这六天时间足够做些事情了 为了杀王庭里的那些北齐人 需要如此小心吗 李洪诚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 明确了这小子毫发无伤 才放下心来 继续说道 你和西湖人动过手了 没有 只是动了动脚 双方的队伍汇合在了一处 声势顿时大涨 不一刻便使出了 蕴藏着千年封杀的红山口 为了遮掩消息 防止有人向西湖王庭报训 这一路埋伏在红山口的 清国精锐 共计八千人 全部是大将军府的亲属部队 以及青州城的前线军人 而没有通过定州方面 进行大的调动 我们在这儿等了七天 结果什么都没等到 你们监察院是不是得给我们交代呀 李鸿成抿了抿 生出水泡的嘴唇 免了吧 范贤倾家马富 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酸痛 瞪了他一眼 心到红山口的埋伏 只是做个准备 谁能够断定 蝉鱼的促劲到底有多大呀 而且此处距离青州 还有数日距离 不赶紧回去 还在这争论不休 实在是很冒险的事情 他关心的是 其实是定州城内的情况 他问道 动手了没有 动手之前我就走了 你手下的那些人 全部由总督府进行配合 我下了军令 放心吧 李鸿成看着他说道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连日有情报过来 行动应该挺顺利的 北齐放在定州的钉子 基本上被你的手下 那些人全罢光了 范贤点了点头 不再说什么 经此一役 草原重现混乱 最关键的是 监察院艺术进入草原 艺术散于西凉路中 成功地将北齐人 埋在这一片广阔战场上的间谍 一早而光 苦和临死前发动的狠辣手段 北齐小皇帝与海棠 用了两年时间 购置的大好局面 就因为自己更加狠辣无耻的应对 变成了一片泡影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言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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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